香港反修例風波持續了大半年 令特區政府陷入空前的管治危機 今年年初港澳辦和中聯辦都相繼出現人事變動 被外界視為中央要調整處理香港問題的重大舉措 那在一國兩制之下 陷入回歸以來最嚴峻管治考驗的林鄭問責班子 到底有沒有重組或者下台的可能呢? 你說換得小收小補有沒有效果? 我覺得沒有特別效果 但你說大改的時候是否適當時大改呢? 有人說不換特首 換一些司局長 行會成員 你說是否一定幫到 可能看你換甚麼人上去 不要變成沒有罪話 只有更壞 有沒有真的有人勸過你再次出散呢? 多謝了 我很感謝支持我的人 或者鼓勵我的人 但是我覺得連腦體藥都不對 最好找一些年輕一點的思想 更加前衛更加新的 可以帶領香港 2017年特首選戰 唐英年有份提名和投票給林鄭月娥 現時林鄭的任期過了一半 特首的民望屢創新低 唐英年表示不後悔當初的決定 我和她共識過相當一定的時間 她是很努力很厲害 在政治考慮比較全面那裡 可能是逃犯條例 因為時間太過逼 可能考慮有欠周全 那就一指錯了 去年8月 唐英年曾經表示社會目前首要的任務 是止暴制亂 先恢復秩序 再展開溝通的平台 不排除將來可以討論 是否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持續多時的社會運動 因為疫情而稍有平息 那現時是否一個合適的時機 重新展開討論呢 我想現在在疫症當前 大家應該先打個疫戰 表面上好像是平靜了 但其實底蘊是沒有改變 人數會少了 因為拉了一大批 拉了一批 現在保釋出來的 我想他們會害怕的 去年區選 市民力撐泛民 建制派慘敗 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 泛民能不能再下一城 在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 合共70個議席之中 搶佔過半數的議席呢 不要說過半 你去到3535就很嚴重 是 這樣也是 36 34 你也都嚴重的 嚴重在哪裡呢 當你36 34 你拿了一個去做主席 另外那35個 每次都去不了 差不多都去不了 第二 政府推行任何政策的時候 那35個裏面 你只要有兩個不喜歡的 找政府說數 你一定要我這兩票 我和你交換些甚麼 用回40 30 多個基數 我覺得補回過半數 應該補得到 但距離九月選舉都近 很多人說法 不如在九月前 政府可否有些政治的位置 鬆一點 讓建制派也好 愛國陣營也好 可以在選戰上 不需要背負那麼大的壓力 你自己怎樣看 我不知道他在哪些位置 可以鬆得到 現在是選立法會 又不是選行政長官 他不可以說 好 我們開 雙普選的討論 這個時候也不是合適的時候 絕對不可以說 我現在開始討論23條 更壞 只會死多兩前 如果是疫症稍為緩和之後 是可以展開一些和解式的討論